随着张帅和帕维奇的组合 以4比6、7比5、6比10 西败于菲利普肯斯和瓦塞林 无缘晋级决赛 这样本届每晚中国军团的比赛已经都结束了 本届每晚 中国运动员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男单和女单都有取得突破 老将表现强势 小将迎来崛起 以下是中国运动员在本届每晚的成绩单 吴义炳男单32强 张帅女单16强 女双16强 混双4强 郑钦文女单32强 圆岳女单32强 王熙宇女单32强 徐一凡和杨昭轩 女双16强 张之珍 资格赛突围 王新渝正赛第一轮 王强资格赛第二轮 朱林资格赛第二轮 王新渝和朱林 女双首轮 韩星运和罗迪娜 女双首轮 杨昭轩和波帕娜混双首轮 张帅领军 张帅依旧是中国网球的领军人物 他在本届每晚表现不俗 女单和女双都打进了16强 混双杀入4强 女单16强 也是张帅在美网的历史最佳战绩 他此前在这里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突出 可惜的是在混双层面 作为二号种子 他和帕维奇无缘决赛 张帅社交媒体的言论也非常霸气 尽了全力 没有一丝遗憾 接下来继续干 吴一炳突破 吴一炳在美网创造了中国男子网球选手的记录 他通过资格赛杀入正赛 第一次出战美网 连续击败尼克洛斯巴斯拉什维利和博尔热斯 成为公开赛年代 首位打进大满贯男单32强的中国大陆选手 挑战世界第一的梅德维杰夫 吴一炳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虽然输了比赛 但不拘对手和战斗的精神获得很多人的称赞 包括外媒美国的纽约时报和法国的对报 也纷纷称赞吴一炳在美网的表现 郑清文未来可期 这是郑清文首次参加四大满贯 还不到20岁的他交出了奥网 来到美网之后 郑清文打进女单32强 整体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 美网官方对于郑清文的评价是 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绚烂成花 郑清文我们明年再见 三人奖金超百万 本届美网 中国军团有三人奖金超过百万 其中郑清文和吴一炳都是斩获18.8万美元 接近130万元 张帅参加多个项目 奖金327200美金 接近228万来源于 女单16强278000美金 这样2022年四大满贯就正式落下帷幕 中国选手在这一年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 也期待他们未来的表现 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实现突破 可以诞生下一个李娜